中國有一個很有名的卡通 叫做 Peppa Pig 佩佩珠 我沒看過 Peppa Pig 但是我的小孩會看 通常他們看幾分鐘之後就覺得無聊 因為可能因為他們還小 可能什麼都看不懂 而且也不是有什麼音樂啊 那種帶動唱的那種節目 這個佩佩珠出櫃了 現在同性電主流 所以說佩佩珠也跟著出櫃了 非常符合現在的時事 佩佩珠其實是一個常常被攻擊的卡通 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 是傳統家庭的卡通 裡面有爸爸媽媽兄弟姐妹小孩 他們生活在一起 一起讀書一起吃晚餐 簡單說就是 我們小時候看那個什麼櫻桃小丸子一樣 是個正常的家庭 很多左派都在攻擊這樣子的卡通 因為他們的目的就是要摧毀家庭 家庭跟宗教是他們這個邪教最大的阻礙 為了達到他們的目的 這些撒旦教的目標 促進文化大革命 爹親娘親 家庭就是一個必須要被破壞的價值 所以從2019年開始 他們就一直針對佩佩珠這個卡通的 起了一個訴訟案 說這個卡通裡面一定要有同性伴侶在裡面 不只是要同性伴侶而已 像說蠟筆小新裡面也有同性伴侶 但通常就是搞笑 惡搞的角色存在 他們要的是同性家庭 要有小孩在裡面 簡單說他們就是要創造一個佩佩珠的家庭 裡面是包含了所有的左派的性愛的這個議程在裡面的 所以這個訴訟案就一直在那個地方 給了很多製作人寫信啊 說要告他們啊 威脅啊 各式各樣的 為了要促進多元 為了要禁錄他們這些變態的思想放到兒童節目裡 所以他們一直很努力的去做 然後這個訴求就達到了兩萬三千多個簽名 然後現在佩佩珠這個製作團隊就妥協了 不是妥協 妥協好像還代表他們得到了什麼 佩佩珠的製作團隊就投降了 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 以後你跟你小孩都不應該看的卡通 OK 那我們接下來就會聽到很多保守派或是中間派的人 甚至小部分的左派就會在那邊說 為什麼覺醒文化這麼猖狂 為什麼都要搞覺醒 世界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啊 為什麼會覺醒成這個樣子 為什麼要污染小孩的卡通呢 這個是很常見的抱怨 也很常見的觀點 為什麼覺醒文化會這麼猖狂 而且這是有答案的 因為我們什麼都沒做 因為我們拒絕抵制 我們除了抱怨 禱告說萬君之耶和華清來翻轉這個時代 然後我們什麼都沒做 這就是為什麼 不管在政治裡面還是在生活裡面也都一樣 一直不斷發聲的人 一直不斷聲音很大的人 就算人數不多 也比一堆人 但是什麼都不講來的有力量 這個佩佩珠的卡通就是非常好的例子 我相信絕大多數的人都跟我一樣 佩佩珠就是一個小孩的白噪音 就是我們不想要離小孩的時候 放在那個地方讓他們安靜的卡通 上面演什麼我們根本不在乎 但是有一群人 他們想要把他們的性生活 私生活還有變性的這些議程 全部都合理化 所以他們願意不斷的去抱怨去寫信 跟這個人說跟那個人說 在派對裡在學校在公共場合 跟別人說他們有多可憐 一定要這麼做他們才可以得到平等 但是像我們這樣的人 我們不想要這樣子議程的方向的人 基本上不太會做任何事 這邊可以試著回答這個問題 如果你被問到的話 為什麼同性戀伴侶的同性戀家庭 不應該存在在小孩的卡通裡面 你可能回答不知道 沒有為什麼啊 錯就是錯嘛 因為變態 因為左派 因為深層政府 事實上就是 同性伴侶不能出現在小孩的卡通裡面 是有原因的 因為這代表了社會動盪 這代表了不正常 因為兩個女人不能生小孩 因為兩個雌性動物無法繁殖 這一切都是虛假的 所以如果同性伴侶要有小孩的話 我們就必須要重新制定我們的 這個領養程序 領養資格 各式各樣的扭曲 例如像什麼 代理孕母 試管嬰兒 購買男人的精子 購買女人的卵子 所有的東西都是製造更多的紛爭 更多更不正常的動盪 沒有任何的道德 這就是為什麼同性家庭 不應該存在在小孩的卡通裡 但是絕大多數的保守派的人 不願意這樣說 甚至教會不願意這樣說 因為我們不想要被說 我們不包容 我們不接納 不合一 太保守 死板 守舊 把律法看超過愛 不符合耶穌的愛人 甚至愛自己的敵人 這個世界會被覺醒文化吞噬 就是因為我們什麼都沒做 我們沒有牽制說我們在保守什麼 我們為了要讓教會人數變多 然後看到錯誤的事情 看到違反真理的事情 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然後說當基督徒的我們要學會包容 就是因為這個樣子 所以我們才會變得這麼弱 所以我們才會一直輸 所以他們才會這麼的猖狂 所以只在那邊說 我很中立啊 我很開明啊 你們要做什麼都可以 不要在這邊玷污小孩就好 這樣子的觀點跟說法 只會讓我們變得更弱小 只會變得更無能 只會輸得更多 每次基督徒說什麼 我們要奪回七個三頭 但是還是不斷的妥協 還說自己是以和為貴 這就是為什麼這個世界 會變得這麼沒道德 全部都可以在一個卡通 這個事件裡看出來 我們有多麼的假冒偽善 我們有多麼的假冒偽善